宣騰一時的肯亞電信詐騙案 經過一年多來的審理調查 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做出一審判決 臺灣主嫌張凱敏 林金德等人 遭重判十五年有期徒刑 因為犯罪事實明確 加上當庭認罪 毀罪 所以最高是被判處了十五年的 有期徒刑 而其他的重犯 最近是來到了兩年 不同於臺灣 詐騙案在大陸 若情節嚴重 詐騙金額巨大 可從重量刑 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對於這樣的結果 在外界預期之中 但家屬無法接受 回顧整體案件 在去年四月 肯亞分批將七十多名嫌犯 包含四十四名臺灣人遣返大陸 引發臺灣抗議 麻政府還派遣時任法務部長羅盈雪 來金交涉 陸方不肯放人 同年五月批捕 根據瞭解總計有一百八十五名 大陸民眾受害 詐騙金額高達兩千九百多萬人民幣 約一點三億臺幣 今年七月一審時 被告都已認罪 全案還可再提上訴 記者李宗芳陽七號北京採訪報導 至少 谢谢观看